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王金平 这是纵横台湾政坛45年的好会桥王金平 与柯建民并称台湾两大汤圆师傅 从你还没出生的1975年 王金平就高票当选最年轻立委 完成立委超级九连霸 加上不分区已是实施及十三连霸 也是中华民国史上在位最久的立法院院长 但就算你是德高望重的大前辈 在我们明星之所向的被动国瑜面前 金平在主动还是选不到总统 我是被动式的被征选 与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出选 不如从今以后 全心全力请走基层 看看台上这一次排开的后背 汤圆师傅还是被戳掉了 金平心里苦但金平不说 乔一辈子的金平在被国民党桥掉后 现在是一个七十八岁的直播新鲜人 来看看 这补鲜 给我补鲜 人们都问你说你这水鲜是什么肉做的 因为看起来 鱼肉 鱼肉跟蝎了 不是什么 不是人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人肉尖尖 人肉尖尖 会下厨的男人最有魅力 彪哥你好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海风咸 人肉咸 海哭的声音我不要听 好累啊 好累啊 对你的总统梦做了十年 碎了 金平的总统梦也做了十年 略了 地山还有一山高 最高就是冬瓜彪 一丢就出山我就自己一丢啊 哦 藉着这个恐怖气氛啊 能够把感情 呃 急速升温啊 原来金平没有放弃他的总统梦 毕锅水饺得到了台中王的允诺 金平2020要不要选只有金平知道 但前提是你要有机会出现 哈哈哈哈 从来没有赢过 只要两秒钟 滑鼠移到右下角 目前订阅289200 今天不订阅 明天会后悔 分手快乐 梁静如给的不只是勇气 还有可惜不是你跟分手快乐 昨天6月27日是梁朝伟的生日 朝伟生日快乐 但不关朝伟的事 对不起 白菜啊 那些年韩剧太阳的后裔 假戏真做结婚的王子公主 宋仲基与宋慧桥 在全球粉丝祝福与世纪婚礼604天后 6月27日宣告离婚 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我不知道 因为我连女朋友在哪都不知道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慧桥 我想我准备好了 我爱你一生一世 对不起啦 不晓得是国际分手日还是中韩友好 中国艺人范冰冰 李晨也在27日在微博发文 宣布分手结束四年的感情 她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 他们从朋友恋人再变成朋友 我从单身的观众变成还是单身的观众 放弃 别再害人 即将结婚的两人就在结婚的大门口分手 爱情好难 我看不穿 意大利浪漫哲学家西藏普利斯说过 婚前真爱是童话 婚后真爱是神话 这就是为什么童话故事写到结婚就结束了 我真是不声唏嘘啦 日本G20 说到日本的20你可能只知道R20 但有国际观的额粉该知道的是日本G20 G20中文全名就是20国集团 就是这么简单 是1999年于德国柏林成立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G20的国家成员占全球85%的GDP 80%的贸易总额 跟全球三分之二人口 20就是这20 没有台湾很真实 第14次G20高峰会28日在大阪举办 讲究代客之道的日本 拿最高规格的戒严版交管 或记录3万警力 封锁10条高速公路 预计透过款待文化行销大阪 带来107亿台币的经济效益 高雄要花财啊 高雄市长韩国瑜孝岛在路边 办一个国际G20高峰会才赚107亿 我们观光局长一个春娜就含50亿 两个春娜就跟G20高峰会打平了 这一团体通常都是世界强国的武斗场 经济发展不够高的国家 都在旁边玩泥巴 但金砖五国的巴西 这次不玩泥巴玩白沙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人还没到大阪 就在转机时被发现随护 罗德里格斯随身携带39公斤的骨科剑 跟着空军一号飞来飞去 真的是太过分了 罗先生你不知道超过7公斤就要脱运吗 总统出访还敢运 如蕴39公斤 可以这很巴西 市价五亿这么贵重的欧米亚费 这就是森巴士的热情吗 剧毒健康新世代 爱与关怀最会来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